两辈子的经验提醒着宁心,她这种状态很是危险 宁心一直坚持,女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失去理智 哪怕是异乱情迷,哪怕是爬床的时候 因为有这点坚持,宁心才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可是如果失去理智,她还是宁心吗 如果将来李明锐变心,她只能像下唐妇一般软弱的啼哭吗 不行,这种状态必须得打住,不能把自己完全交给一个男人 不能失去自我,只是小姨在自杀殉情前最后对自己说过的话 冷静的小姨败给了父亲,在父亲走后她生无可恋 想到了这里,宁心的眼底重现清冷 突然,她的胳膊被人从后抓住 宁心回头冷静平淡地看向李明锐 李志说道 想要让你父母回归祖坟 我以为在你科举高中后最为合适 不管你是不是回归宗族 你身上的秘密是藏不住的 当年你父亲选择去偏远的寒地相间 就是为了躲开京城人的窥探 可你此时出现在京城 那么无论是谁都不会轻易放过你 人为才子,鸟为石王,没有人能拒绝得了银子的诱惑 宁心 听到这话,李明锐感觉一阵阵的无力 她握紧了手中的胳膊 很软,应该也很滑 可她想要的是妻子,不是冷静的谋士 嗯?什么事? 宁心明知故问 她何尝看不到李明锐眼底的失望和挣扎 她自顾自地说道 总之,你得多当心 最好咬定了那笔银子不存在 皇上越看重你,你就越安全 一点就透 李明锐知晓宁心的意图 我明白 后日我办茶花会,你也来吧 李明锐点头,陪着宁心穿过树林 两人默默无声地走在青石小路上 各自想着心事 在快要走出树林时 宁心听见李明锐低沉的声音 宁心 嗯?不知怎么的 宁心脑中的理智又有点非离的感觉 她的眼里不由的水雾更浓 手心湿漉漉的难受 宁心啊宁心 你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 宁心在心里唾弃着自己的表现 宁心的眸色水润 唇瓣娇艳 脸庞似最美的茶花般迷人 李明锐感觉到喉咙的干涩 本想说的话声声憋在嗓子里 李明锐啊李明锐 你怎么成了胆小鬼 你的勇气呢? 说话呀 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了这个地儿了 李明锐在心底给自己狡辩 不是他成了胆小鬼 是在宁心这样的小姐面前 谁都有胆怯 宁心实在太狡猾 总是摆出柔弱的外表欺骗人 唐突佳人的勇气不是谁都有的 李明锐也担心 万一宁心拒绝了 他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我... 李明锐突然结巴起来 你... 宁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按下了紧张 故作冷静地问道 什么事? 他这一变脸 李明锐更觉得心里没底了 厚着脸皮 在宁三元坟前磕头的勇气哪儿去了? 我后天一定早点到 平王世子也会到 可能齐王... 齐王殿下进京后 一直没见人 我很荣幸他大驾光临 宁老太太的声音 飘进了他们耳朵中 新丫头 你去屋里 把修剪刀取来 回头时 宁心发觉 宁老太太就站在他们的不远处 宁心的脸庞微红 像是被撞破了什么似的 心跳得非常快 他只想躲开宁老太太的目光 我... 我这就去 宁心走了几步 回头道 我不送李公子了 再会 李明锐向宁心拱拱手 他们分道扬镳 李明锐向宁老太太行礼后 向府外走去 面对宁老太太 他也是有压力的 虽然宁老太太对他不错 可李明锐拿不准宁老太太是不是舍得将宁心嫁给他 宁老太太过来 是不是来警告他的 你先等一等 太夫人有何吩咐 李明锐转身 面向宁老太太 宁家长辈这是要反对他靠近宁心吗 如果将来 他同宁心有女儿 他也不愿意将女儿嫁给一个一无所有 而且背着一大笔莫名其妙的银子的男人 他就是一个会走会跑的藏宝图 消息公开后 他就是个麻烦的代名词 接近他的人各有心思 还有复杂的艳国功夫 李明锐越想越觉得丧气 闲贫爱富不是错 谁都想儿女过得最好 谁也不想儿女一盆如洗 麻烦不断 宁老太太打量着李明锐 他脸庞越来越坚硬 身上也仿佛绷得紧紧的 墨色的眸子倒是没有放弃的念头 你很紧张 是 为什么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 普通 李明锐的嘴角微微抽了一下 老实地说道 您一点也不普通 在阳光下 李明锐挺拔紧绷的身体 如同一株不畏严寒的松柏 这是动良之财啊 宁老太太私心上非常欣赏李明锐 当然宁老太太如果知道 李明锐的身世背景 以及她带来的麻烦的话 一准会感叹一句 自作孽不可活 新丫头 同你说过我年轻时候的事情 她没说过 李明锐摇摇头 诚恳地望着宁老太太 您不普通 是因为只有你 才能让宁心服气 我紧张不是因为您有多厉害 而是您是宁心唯一的长辈 宁老太太的意见 宁心会听的 李明锐在宁老太太面前 有种见岳父岳母的感觉 她不紧张 不小心 万一宁老太太反对怎么办 这宁心已经够难对付了 再加上一个宁老太太的话 李明锐深深地觉得前途无量啊 你很紧张 我其实是高兴的 证明你心里有宁心 而且是个懂得人情世故的好孩子 李明锐 我看好你 我这一关 你是过了 我带宁三元夫妇说一句 将宁心交给你 我们放心 听到这话 李明锐傻愣愣地站着 面容苍白 宁老太太问道 你怎么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 李明锐茫然说道 您答应得也太快了 宁老太太眼角的笑闻很深 怎么 你非要我为难你 考验你 试探你吗 没有没有 终身大事不是儿戏 考验试探多了 会让彼此寒心的 宁老太太 眼底闪过智慧的光芒 言之 她没试探过李明锐 如果让李明锐和宁心感觉出来 她的脸面要往哪里摆 润物细无声 大巧若捉 举重若轻 才是宁老太太施展出的手段 她觉得 宁心在轻视上 行事总是瞻前顾后 左右摇摆 全然没有在其他事情上的聪慧果掘劲 李明锐深有感触地点头 随后又摇头 不是她的错 是我让她没有信心 宁老太太勾了勾嘴角 最欣赏的就是李明锐这一点 有矛盾先在自己身上挑毛病 不是一味地责怪旁人 自省是最难的 她呀 嘴硬心软 宁老太太给李明锐出招 其实 她是看重你的 要不然 也不会只同你亲近了 李明锐的身体 向上拔高了两分 有长辈支持 就是不一样 我知道 李明锐幸福地点头 男子面皮要厚一点 也要霸道一点 该说的就得说 该赖的就得赖 你同宁心玩心眼是不行的 他借心重 你说话得直 拐弯抹角的 以他心眼多的特点 不知会想到哪里去呢 多谢太夫人赐教 不过 你若伤了我家丫头 宁老太太 瞇了瞇眼睛 不管你有多大的靠山 我都不会放过你的 这事不用您提醒 我舍不得她难过 这句话是最好的答案了 宁老太太悬着的心 放下了一大半 赵熙上身穿了一件 银红缠织甲袄 下身穿一条棉布长裙 提着篮子 风姿以礼地 向薛真的院落走去 王继玉恰好从书房出来透气 看到有远即近的赵熙 王继玉想到了宁心 赵熙表妹 虽没有宁心 若柳伏风的仪态 但我见游怜的气质 让王继玉很想保护安慰她 二表哥 赵熙离着王继玉 还有几步距离时候站住 羞涩般地低垂着粉侠 二表嫂在吗 我亲自做了几样点心 想让二表嫂尝尝 她会掌控主府了 现在不在家 我等二表嫂回来后再过来 赵熙聊起了长长的眼睫 水润的毛子 隐含着一抹忧怨以及期望 二表哥寄托了全家人的希望 二表哥别累坏了自己的身体 我祝福二表哥高中 王继玉最喜欢这种暧昧的氛围 累坏又如何 赵熙回忆着宁心的做派 累盈盈道 还是别累坏了 如今王家上下 尽数在薛真的掌控中 赵熙只敢趁着薛真不在家 来勾引一下王继玉 同王继玉再进一步 赵熙不敢做 除了欲迎还惧地模仿了宁心一把 赵熙还得顾虑薛真的愤怒 薛真将她放出来 一定没安好心 赵熙想着 趁此机会在王家站稳脚跟 与其嫁给穷酸的人 还不如做王继玉的妾室 王家的爵位即便恢复不了 王继玉有妻族之力又有才学 赵熙以为 王继玉一准高中 她知晓 王继玉喜欢宁心那样 柔弱圆媚的女子 做生不如做熟 跟了王继玉做妾 虽是委屈了一些 但将来的幸福可以期望 总好过 以王家表小姐的身份 嫁给穷酸秀菜 或者是商家 这是赵熙衡量出的一条 最舒服 也是最光明的道路 赵熙将手中的篮子 递给王继玉 白玉般经营的手指 借此机会 划过王继玉的手心 指甲微微一挑 王继玉的心头 像是被淋雨轻轻扫过 又麻又痒 再看看赵熙 有如水中睡帘的柔美 王继玉恨不得拽住 她成就好事 二表哥 赵熙的声音 又甜又软 又羞又魅 似急于抽回 被王继玉攥住的手掌 放手 王继玉把玩着 抚摸着 笑道 西表妹这双手 出落得好 赵熙咬着嘴唇 泪眼迷蒙 二表哥 是不是因为我姨父王家 你才轻薄地对我 若是名门贵女 怕是二表哥会静着吧 我虽是命苦 有娘跟没娘一样 有个哥哥还不争气 但我也是独女界 女则长大的 你怎能 怎能换了我的名声 晶莹的泪珠 一簇簇 从赵熙的脸颊滚落 长翘的眼睫 湿漉漉的 赵熙自尊自傲的 清白样子 像极了宁心 王继玉不觉 有些看呆了 表妹 我的表妹啊 赵熙推嗓着 想要用她入怀的 王继玉 同宁心一起长大 赵熙又是个 察言观色的人 现在的宁心 她比不了 可以前的宁心 她还是有把握 学得几分神韵 偏偏王继玉这样 对宁心 情根深重的男人 足够了 抬起寒泪的眸子 赵熙的一双小手 抵着王继玉的胸口 冷冽地说道 二表哥 你是想逼死我吗 她唇边的纳默绝绝 凄美的笑容 如同最纯洁的白脸绽放 王继玉退后一步 远离赵熙 拱手道 是我梦朗了 赵熙扶身 眉宇间寒情 不是我回绝二表哥 我不能耽搁了二表哥 也误了自己的终身 我同二表哥一起长大的 彼此之间 哪能没有一点的情意 我 我是看中二表哥的 做足了姿态后 赵熙不舍 又端庄地转身离去 如果她主动贴上王继玉 只会激怒薛真 但反过来 如果王继玉能让薛真 主动提出纳了她 那赵熙将来的日子 会好过很多 王继玉提着篮子 站了一会儿 唇边慢慢地一出一缕 嘲弄 金碧辉煌的皇宫大内 楚秀宫里 贤妃斜歪着身子 冷淡地问道 本宫确实不知 你在江南为本宫 做了什么好的大事 运输房里堆满了 弹劾你的折子 陛下看在本宫的面上 才宽容你一二 怎么 你还敢同本宫素尾 去不成 在贤妃面前 薛真本来是有座位的 但最近 她的地位直线下降 薛真躬身站着 满头的朱翠 压得她死抬不起头来一般 她同公顺的 伺候贤妃的宫女 没有区别 贤妃嘲弄的目光 薛真不由的心中一痛 忍着 必须再忍下去 娘娘 请听我一言 薛真本打算 此时进宫面见贤妃 她的后续还没有安排好 可她回家见到娘后 发觉萧欢越来越嚣张张狂 庆林长公主有样在身 也不知萧欢怎么做到的 她竟然能把持半个公主府 因为萧欢的存在 庆林长公主和薛驸马之间 始终有一根刺 老好人薛驸马得罪不起公主 但不见得没有男人的脾气 他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僵 薛真知道 萧欢最大的后台是贤妃 想要拿捏住萧欢 必须从贤妃入手 再让萧欢在长公主府 薛真得吐血 萧欢蹬鼻子上脸 没皮没脸的毫无羞耻之心 她又能装模作样 薛真算是领教了 什么叫做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难怪宁心将萧欢扔进了牢房里 薛真很是后悔利用萧欢 可眼下的情况 想要再将萧欢关进监牢 已经做不到了 薛真只想着快点将萧欢 指派到燕国公府 贤妃眯了眯眼睛 相比较萧欢 她更看重总是有些独特想法的薛真 抬举萧欢 不过是给了薛真一个警告罢了 你有何话说 本宫喝的茶 是你甘姐姐请人送进宫的 清淡味甜 倒是同进宫上来的茶砖不同 甚何本宫口味 薛真再次压下了心中的愤怒 当面打脸 贤妃这是敲打薛真呢 李明锐身怀藏宝图的事情 薛真不会告诉贤妃 世上没有人比薛真更明白那笔银子的数目 王家认为只不过一百 李明锐自己也没数 可薛真记得 上一辈子好不容易打听出来的银子数目 一千万两以上 相当于国库赴税的八分之一 这笔银子谁不眼红呢 娘娘可曾听说过 寒烟定天下 贤妃眉梢挑起自嘲说道 哼 本宫倒是没听过 不得不说 薛真重生过以后 她的有些性格还是难改 比如说话这一点 说话是最容易的 人人都会说 但说得好坏同谁说话 用什么技巧可就有些讲究了 薛真显然不具备这种天赋 贤妃本出身贫寒 岂于青楼 若论诗词歌赋 贤妃比名门贵女们不差 若论妩媚妖娆风流之趣 后宫里的妃嫔 没有一个是贤妃的对手 可论其底蕴 以及对国朝的了解 贤妃就不够看了 寒烟定天下 是当年复国的谚语 如今韩王撤翻 燕国宫连单书铁卷都保不住了 贤妃哪会注意这些事情 薛真改口 我也是后来才听人说起的 见贤妃没有好奇的意思 薛真上前一步 靠近贤妃轻声说道 韩指的是韩王 燕为燕国宫 娘娘别小看燕国宫 燕云飞济的阵图 就在燕国宫阵图 贤妃坐直了身体 能称为阵图 都是延续千余年的练兵好东西 薛真点头 没错 燕云飞济的阵图 只要掌握了曾经纵横天下 所向披靡的燕云飞济 世上就没谁再敢同娘娘抗衡了 贤妃沉吟了一会儿 就没问到 别人不知道阵图在燕国宫府 阵图是家传的 别人知道又能怎样呢 况且燕国宫府沉寂太久了 很多人都忘记了曾经叱咤风雨的燕国宫 而且听说五十年前燕国宫府遭了大灾 许多祖传下来的好东西都失传了 贤妃一脸的惋惜 记忆中燕云飞骑是摄政王手中最精锐的一支力量 韩王铁木善手 飞骑善功 摄政王就是凭着武力上的优势 威逼皇族 让太后成了兽气包 让皇帝成了傀儡 你今日同本宫说这番话 看来你知道这阵图在谁手中 贤妃对薛真和蔼了一些 隐约间记起 陛下好像也说过阵图的事情 只是稍稍提了一嘴 当时贤妃并没有在意 今日听薛真一说 贤妃突然间想将阵图掌握在自己的手里